经营了十多年的工厂 没想到在快要见到果实收成的时刻 惨遭注容肆虐 邱敬坤的无奈全写在脸上 这个月初一场发生在 卢州民族路工业区的大火 多家工厂都像邱敬坤的厂房一样 复制一具 灾后慈禁志工借用厂区附近的活动中心 成立服务站 提供灾后整理的相关物资 陪伴受灾户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 我们礼拜六休假这里也没有什么人 所以能力上的资源上 就是没有办法充分的利用 然后导致现在的救我们的货 跟导致邻居这边的都没有办法 这财存就很大 资公爱的服务也带动了善的效应 这一天住在附近一位85岁的里阿嬷 也想要奉献自己的一份心意 收下阿嬷的爱心 志工也邀请她之后来参加 此季的岁目祝福 让林邦林的互助情谊继续扩大 大约新闻之上美志工 网友陆陈婉珍台北报道